这样,国际油价在10月底至今累计跌幅达到30%,国内成品油价也有望进入六元时代。 国际油价大跌,中油网讯,在美国对伊朗制裁生效的日期前后,由于对制裁效果的预期,市场对人油供应的担忧减弱,国际油价开始从高位下跌。 在9月份的时候,国际油价一度上升至4年高点,甚至有专家预言油价将涨到100美元。 除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效果不佳,美国、俄罗斯、欧佩克原油产量增加,以及原油需求大降也是导致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。 目前,美国的原油产量在1160万桶日,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在1150万桶日,沙特的原油产量也超过了2016年减产出时的水平。 从10月底至11月20日,国际油价累计下跌了30%,虽然11月20日之后由极日油价微涨,但最近又开始下跌,日跌幅一度超过6%,截至法稿,WTI原油下跌了2.40%,报53.32美元每桶,布伦克原油下跌了1.0%,报63美元每桶。 国内成品油价,将营三连跌,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,国内成品油价的跌时也在持续,年内成品油价共经历了22次调价,其中有9次下调,在11月2日和11月16日,更是经历了两连跌,两连跌的跌幅累计达到885元每吨。 截至11月22日,半轮计价周期的第五个工作日,机构测载原油变化,率为负7.45%,对应国内成品油价,下调348元每桶,折合生价为期由下调0.27元每升,才由下调0.30元每升。 如果11月30日,按照这种幅度调价,国内成品油价将实现三连跌,加买一箱油50升,将节省13.5元。 若是11月30日油价,下调348元每吨,那么三次累计下调的幅度汽油将达到1233元每吨,才由将达到1203元每吨。 折合生价汽油累计下跌0.93元每升,才由累计下调1.03元每升。 离11月30日调价,还有4个工作日,国际原油价格预计将延续跌势,国内成品油价很大可能将进入幼儿时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